大家好,我是冯马圈 今天分享苦瓜排骨鲍鱼汤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汤的食材 它有排骨,苦瓜,青蓝 青蓝可放可不放,放了味道会更好 还有黄豆 这个汤特别适合于夏天 它非常的清热和解暑 来这个鲍鱼 抓一把 放里面 再来这个窑柱 也是抓一把 同样放里面 先用开水泡着 如果时间足的话提前泡三个小时 还有这个黄豆 如果不赶时间 提前一天晚上泡更好 这个青蓝 拍拆,用力拍拆一点 倒进砂锅里 泡过水的鲍鱼 喝一下水 这些鲍鱼原被先倒下去 还有这个黄豆 倒进去 再来一些姜片 焯过水的排骨 直接倒进砂锅里 加油开水 点火 烧开以后 撇去浮沫 加盖 调成很小的火力 先包40分钟 把排骨和鲍鱼的味道包出来 这个苦瓜去头去尾 中间一开二 再来一开二 把中间的囊 偏出来 苦瓜切成 4厘米的长度 时间到了 开开 好香 接着放入苦瓜 继继续加盖 煲半个小时 时间到 开盖 放盐调味 哇 非常的漂亮 尝味道 嗯 非常的香 来粉丝丝 我来品尝 喝下去这个喉咙 非常的舒服 清清凉凉的 这道汤非常适合于夏天 它清夜又结束 再吃个鲍鱼 过烂了 嗯 酱 OK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学到的赶紧收藏起来 分享给称品好友 下期再见